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TKT Channel 我是主持人TK 今天第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我们知道最近美国Football Season刚刚开始 从这个礼拜天是进入正式的礼拜天的Football Game 但是随着Football Game这个Football Season开始 NBA的Season也会马上随之展开 在10月中旬的时候就会开始所谓的Pre-Season 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就会正式进入NBA的开始的正式的季赛 而林书豪在今年的夏季经过市场的调整 他现在加入了加州的胡人队 这也是他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个球队 让他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个球队 也是有让许多华人观众注目的一个市场 他今天来到了胡人队 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期盼 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对胡人队好好奋斗 努力争取自己的一个地位 我相信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期待 而在美国网络上有许多人对林书豪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我但是目前看到有一篇报道 对林书豪来讲是一个蛮中肯的一个分析 这个作者是叫Damon Salavador 他在网路上写了一篇 就是说希望Jerman Lin 林书豪能够给胡人队 带来哪些新的一些气象 他分析的包括五个重点 我们知道胡人队在去年 也就是说在2013到2014的球季 他是最后以胜27场输55场来结束了这个球季 并没有进入所谓的playoff 在西区来讲也是属于蛮后段班的球队 通常在上一季打到27 55 胜率不到一半 比一半低很多的这种球队 而且再加上说他们今年又有换了教练 球员也换走一些 通常大家对这种球队不会有太高的期盼 而经过今年夏季市场的调整 真正进来的几个比较属于目光比较高的球员 就是包括林书豪跟从芝加哥队拿来的Buzzer 这两个球员算是在新夏市场 他们得到的比较大咖一点的球员 通常所以很多人说 今年湖人队大概也没搞头了 新的教练加上两三个新的球员 也trade掉几个球员 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机会 但是因为林书豪的加入跟Buzzer的加入 大家也许还有点期待 所以假如说林书豪能够做到以下这五件事情的话 今年湖人队他们的比赛也许还有精彩可奇 尤其是在开幕的第一天 他们就要对上林书豪的仙东家 就是火箭队作为他们的开幕第一站 对于TNT当天的节目转播来讲 这是非常相信会非常吸引大家的注目的一场球赛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林书豪对湖人队 他会有哪些贡献呢 第一点就是他的得分能力 得分能力在他过去的球季里面 大概平均来讲 除了纽约那一段时间的林书豪的特殊表现之外 在火箭队的两季 平均来讲 平均大概得到12分到14分 并不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得分王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在好几次都有出现过一场得分 超过30分的这种game 就完全掌握了整个球场的这个比赛节奏的时候 他也能够有非常非常杰出的表现 所以呢我们并不知道 他在真正的一个完整的球技 能够真正的打先发的一个完整的球技 他到底他的得分能力有多强 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的了解 但是他有他基本上 他有他独特的得分功力 这也在他以前的比赛当中 不论在NBA 甚至于在他大学高中 都看得到他的得分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 古人队未来的球技当中 能够以得分上 能够帮Coby Bryant拿下很多的这个帮助 第二点就是他的传球 我们知道林苏豪呢 一直是以传球建场 当他在这个纽约队发光发热的时候 他不但得分上 整体是独占凹头 更在助攻上也让人觉得 哇简直是太神奇了 很多这种在进去传球党位给中锋的这种传球 非常漂亮 所以他到了胡人队之后呢 有先前锋 先明星的这个后卫呢 Steve Nash 他的一个指导 Steve Nash相信 在他最后 相信是在他最后这个球技呢 会把他的鸭箱宝的本领和功夫 都交给林苏豪 我们知道林苏豪在之前他拍的一个小短片当中呢 也曾经稍微让Steve Nash一起加入这个演出 也稍微对Steve Nash的这个年纪的有一个小小的嘲讽 但是Steve Nash显然是一个不介意 也愿意参加他们的这个演出 所以我们知道林苏豪跟Steve Nash应该有很好的关系 而他们的未来的一个合作的默契 也许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双后卫在场上 就是有一个传承的一种感觉的一种机会 会在胡人队出现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他在胡人队能够有很好的开心点 第三个呢 就是能够增进这个所谓胡人队的一个强度 进行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强度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的胡人队 他打的简直是李迪朗 加上Kobe Bryant受伤一整球技 所以整个胡人队打的是等于是蛮不惊心 加上原来的这个胡人队教练呢 Dan Antonio 他并不是一个注重防守的一个教练 所以防守上的强度非常的不够 那我们知道林苏浩在之前也在防守上被人诟病 但是事实上在火箭队的防守比赛当中 他其实算是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有效率 让对方的得分会在他的防守下 实际上是得不到好处 尤其我们知道在去年的马赤 夺冠的马赤队的Parker 他在林苏浩的防守下经常是吃鳖 而且表现会远远落后于被其他的后卫防守的这个得分效果 所以其实林苏浩有他的得分的这个强度 有他防守的强度 而他的努力我们也实际上在场上看得到 非常认真拼搏每一个球的机会 这个是也会带起胡人队他们整个球队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勇气 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一个毅力 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胡人队来讲 Steve Nash基本上40岁了 他有很多的NBA的经验 而且呢林苏浩比这个Steve Nash年轻14岁的状况下 他会有比较强的坚韧力在球场上 而Kobe Bryant呢也已经是进入他的第19个球季了 虽然他跟胡人队刚签下了一个短数年份的一个非常超级天价的一个合约 但是呢他的体力上相信是无法撑起整场 整计胡人队的进攻或者是整个表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林苏浩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拉力呢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五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胡人队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受吸睛的程度 什么样讲呢 胡人队呢是在洛杉矶 洛杉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NBA市场 他不但有很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NBA球迷 也有很多的华人观众 我们知道在洛杉矶有两个球队 一个就是洛杉矶胡人队 另外一个是洛杉矶快艇队 他们共用一个球场Stables球场 在之前呢胡人队非常风光的时候呢 Clipper呢基本上等于说是大家等于是一个 在洛杉矶来讲是一个 也不能算是小媳妇了 可能连小媳妇都不如的一个地位 但是到了去年这个球季呢 基本上翻转过来 Napples呢基本上成为这个Clipper的主场 Laker呢去年在那边就等于是打一个 人家不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时段的一个小球队 所以今年呢林苏浩的加入 相信会给这个洛杉矶的这个NBA观众球迷 新的一个气象就是说 哎呀太excited了 我们很多人想要看林苏浩在 胡人队的一些表现 所以相信有机会可以把胡人队的一些票房 跟一些收视的群众能够拉回来 重现胡人队打球的精彩度 加上他能够跟Covie Bryant 能够有一些精彩的合作的话 会把胡人队的这种气势打出来 所以呢假如说他能够把这五项东西 带到胡人队的话 今年胡人队会有他的一些 表现精彩可其之处 也希望胡人队能够今年能够打得好 林苏浩能够打得好 正是希望说未来能够让火箭队 能够看到说你们今天放弃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让这个角色让他到胡人队去 所以到10月20几号呢 会是胡人队的第一场球赛 大家就尽情期待 我们希望他在这段时间 林苏浩也能够好好练好 他的自己的三分外线 他的体力 他的这个弹跳能力 等到球技正式开始的时候 让大家能够感觉 哇非常振奋 然后他的得分 他的传球都能够如鱼得水般 跟Cobie Brown合作愉快 好 但是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胡人队 还有一些其他的引诱 比方说他的中锋的强度啊 中锋的能力啊 其实在NBA的球队来讲 属于并不 并不属于很强的一个队伍 也希望靠着这些 林苏浩能够有这种 Teamwork的这种机会 把一个球队拉起来 把一个球队撑起来 让这个球队能够在 今年2014到2015的这个 季后赛当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很不容易的一个 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球季 在前面等待的林苏浩 而他这一季球季结束之后呢 他又成为自由生了 等于说是没有任何合约保障 任何其他球员 想要drop 任何其他的球队想要drop他 或者想要买他 或者想要sign他 等于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林苏浩等于要从 又要从零开始 为下一季奋战 好 今天呢 我们第一段就谈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听一段音乐 好 今天阿坤老师 音乐老师阿坤 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呢 是张慧妹 她的最新专辑 你们的一首叫做 这样你还要爱我吗 这首歌的作词叫做李若军 作曲呢 是几位 Wight Gordon 叫做Chris Braid Carl Falk 跟Sharon Weck 是三个老外 这首曲子呢 的歌词是说 我喜欢静静看你受伤 看你甘心卸下的翅膀 最好也忘记怎么说话 做我的收藏 你有光芒就有变化 让我感觉害怕 我都诚实说了 这样你还要 还要爱我吗 连我的妄想也爱着 这样你还要 还爱我吗 我不要你回答 我只要听 你爱我 你不怕 对吗 好 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喜欢静静看你受伤 看你甘心卸下的翅膀 最好也忘记怎么说话 做我的收藏 你有光芒就有变化 让我感觉害怕 我都诚实说了 这样你还要 还要爱我吗 连我的妄想也爱着 这样你还要 还要爱我吗 我不要回答 我只要听 你 你爱我 你 你不怕 对吗 找你一个离开的方法 敲碎我吧 踩在我身上 留些吧 炫耀它 像前面一样 你 觉得 好吗 这样你还要 还要 爱我吗 连我的噩梦 也爱着 这样你还要 还要 爱我吗 我不要回答 我只要 听 你 你 你爱我 你 这样你还要 还要 爱我吗 连我的梦 也爱着 这样你还要 还要 爱我吗 我不要回答 我只要 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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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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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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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遇了 啊 我 我 他 你 我 不悔你说爱就是爱了 我在傻什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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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许多人又会 可能不知道是 错置进入这个节目 这个频道 还是就是喜欢听张惠美的音乐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论下一段的节目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谈谈两个政治性的一些议题 这是我平常不太愿意谈的一个话题 但是今天我想要聊一聊 基本上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香港最近有所谓的 占中行动 就是有一些在香港愿意 想要全力支持民主化的一些人呢 出来希望能够 香港特首呢 能够由全民来票选 我知道 我们知道在之前呢 香港的特首都是有中央指派 然后好像有经过某一个 他们的一个组织委员 或者团体的一个同意 之后就来当香港的特首 而这个香港的很多人 是对这种制度非常的不满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主 于是呢 他们就上街头啦 然后有占中啦 能够有联署啦 有那种假投票啦 种种种种的一些措施呢 希望能够争取民主 希望能够争取直选他们的特首 于是呢在最近 中共当局呢 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法 交给香港立法局来通过 这新的立法呢 就是说他们未来的这个 香港特首的人选呢 只要符合几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中党爱国 中党呢 中港爱国 中港是忠于香港 爱国是爱中国 中国等于是中国大陆 符合这两个条件 经过他们这个香港的一个 某个组织 等于是委员会 推选二至三名候选人 由这个小圈圈 这个小组织呢 推出二至三人的候选人之后 符合了这些条件 再交给所有的港民 来直选一人一票 来直选未来的香港特首 这个法案提出来呢 可以提到立法局 立法局有两个 选择第一 OK选择接受这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 未来来选香港的特首 第二种方法不接受 他们除了接受不接受之外呢 就没有第三种选择 所以假如不接受的话 就会回到之前的 他们的原来的老方法 来选香港的特首 那就等于说倒退了 就等于说更没有民主了 那假如选择是 这种民主呢 就是说每个人 有每个人一票 选择未来特首的权利 唯一不能做到的 就是说他们不能够 每个人都有机会出来 自己说我要选 我要选 我要备选 我要备选 让每个人都有出头的机会 而是由一个小圈圈 或是由中共中央呢 来指定一些候选人 让大家来票选 等于说我们看到 香港的民主进程呢 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 虽然我们知道 香港很多人是希望 一次到位 所谓一步到位的 这种民主 就是两步式 也不但有一人一票 而且能够自己 自愿出来 我要备选 等于说我有自由参政 自由参选的权利 而这第二部分的权利 基本上在这中央 中共中央并没有 如香港市民所期待 就是直接给香港政府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一步来讲 我觉得本人来讲 这是已经是 对中共中央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他们愿意让香港 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知道对这种结果呢 香港有很多人 他并不满意 他觉得他们要发动 更高层次的抗争 包括罢课 罢市 或者说是占中 占领中环 随时都有可能 要把这些行动 能够弄到更强烈 在我来看 这是年轻人的一种 也许非常冲 非常的等于说是 对于自由民主的 非常向往下的一种 非常激烈的一种行动 他们宣称他们有罢课 他们要在某一天 要罢课来抗议 我就想到说 在之前 为什么 五四运动的罢课 我们觉得是 哎呀 这是一个伟大的 一个青年学生的 一个活动 而这次香港 这次青年说 他还要罢课 他觉得他不能接受 这种等于是一种 香港民族时尚 最黑暗的一天的 这种说法 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认同 好 我觉得 第一点 在香港这次的 这个中共中央的 一个让步当中呢 我觉得已经是 对香港民主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我们知道 从香港在被英国统治 在被清朝统治 到了被中共接管 或者说中共拿回统治权的 这段时间 香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民主的 那从清朝或者之前 就不用再提了 从清朝到英国统治 到最近的中国 这么多年下来 他们完全没有 所谓的民主 而怎么能说 现在这次的 中共中央的 这种民主的让步 是民主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呢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我觉得说 你只能说 这次的民主 没有达到我们认为的 百分之百的民主 你只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而不是百分之百民主 这我同意 但是你说它是最黑暗的一天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 再加上有一些 外国媒体 甚至于包括英国 美国还访问了前港督 那个什么 什么康 他们都觉得说 这次中共中央政府 实在是应该让香港人民 有更高的自主权 更高的民主的权利 不应该就是在这边 限缩这种东西 那我就请问了 这些事情关你屁事 而你香港的前总督 彭定康 你在当总督的时候 你又何尝 愿意放出一部分的 民主的力量 让香港人民 能够自由投票 不要说被选取权了 那你今天过了这么多年 你出来说风凉话 说什么香港 应该有更高的民主 我觉得这是对人家 对其他国家的一些 内政的一些 知识点点 都是不必 就像我们今天 假如说中共 突然敞开了门 敞开了怀说 这个美国 你这个是假民主 假自由 假人权 去打什么 伊拉克 完全就是什么 我觉得 这种指挥 指导 就是说你觉得 你是一个上国 你觉得是你一个高等国家 而去批评 或者说是去 想要指导 其他国家的一些内政 我觉得都大可不必 因为 每个国家 有他们自己的国情 他们有自己国家的一些制度 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文化 素养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其他国家 能够相同并论 你不能够把你其他国家的一些东西 就一定要整套套在另外一个国家身上 中国的一些制度 也包括所谓的帝制 也包括几千年了 今天英国 他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他同样有他的这个 英国的所谓的女皇 或者是他的所谓的王子 未来可能会成为英国的国王 还继续存在 那你为什么美国不强调说 你英国你还把那个帝制保留着干什么 虽然你有民主 就应该全面民主 还保留那个所谓的帝制一个象征 每年要政府给他捐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不讲讲话 今天中国他们的制度 几千年的帝制下来 他们有很多的他们的方法 或他们培训人才 或是选秀人才的方法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 不见得比你美国 或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制度更差 事实上我们走的时间更长 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中国 他在所谓半共产 半资本主义的这种治理方式下 事实上是他们的民生乐利 基本上他们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 我并不是说经济实力越强 就表示说这国家是好的 我不敢这么讲 但是相对而言 我们再看我刚刚讲的第二点 为什么我不认同 这个所谓香港现在更多的一些民 也不见得是更多了 就是香港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需要完全百分之百的民主 他们想要罢课 我为什么不认同呢 第二点就是说 当我想到之前的五四 五四在那个时代 他们学生 他们出来罢课罢市 我觉得有他们的理想 有他们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跟现在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政府可能是属于 完全是官不聊生 老百姓生不如死 水生虎热 暴政 磕渔民 或者是说是完全 不顾老百姓的生活 完全是横征暴恋 等于是 等于是假如说是这种状况之下 你学生出来 站出来 勇敢的站出来 我罢试罢课 或者说上街头 反抗 抗争一些东西 我觉得好 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有胆量 但是在香港目前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暴政吗 我们在香港 有看到这样的一种 不服人里 人民生活于水生火热当中吗 并没有吧 我们看到的香港 还是一个 非常商业繁黄 人心鼎盛 每个人都想要努力工作 很多外商 也愿意去那边发展的一个地方 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争取的东西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让香港更进步 还是为了让你自己 这些人 在未来上 能够有某个 在政治上 有你生存的空间 或者你有往上走的一条路 而是等于说 把你自己的一个利益 放在整个香港的 这个总体的 这个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之上 我不知道 但是我总觉得说 在作为一个香港的 一个国民 老百姓来讲 你希望的到底生活 是因为现在生活太不好 而需要改善 所以我需要全民主 而真的全民主之后 你的生活就一定会比 现在更好吗 也不一定 站在一个中共中央的立场来讲 今天香港是他们的一个小门户 这个小门户呢 打开了一部分的光 你叫他今天是把他光通通打开 让你其他的县市 其他的城镇 其他的省镇 假如建贤司机 看到你香港都可以全面开放 我们也要求这么做 我们也占领 我们也占领 我们的省政府 县政府 市政府 我们也出来罢学罢课 到时中共中央要如何控制 或者是如何维护这种场面呢 我们知道新藏 西疆 目前仍有很多的问题 期待处理 中共中央现在 他们权力的目标 是要拼经济 是要杜绝贪污 杜绝腐败 需要让国家整体 能够正往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向 不断的成长 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而民主在这个时候 对他们来讲 并不是首要的目标 我今天开放给你 让你有一部分的民主 我觉得香港在这种状况下 应该是 先接受 走走看 等到有一天 真的因为某些候选人 或者未来的香港特首 他倒行逆施 造成整个生活往下降 那时候再出来 要求我们要求自选 直选自己的这个 特首的候选人 直选自己的直接推 能够自己站出来 我要当候选人 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 有这种气候 有这种民心 你再站出来 要求百分之百 全面的民主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比较 形象支持于中共 中央的一种做法 当然也许 我的年纪比较大一点了 跟年轻人的冲动想法 不太一样 但是以一个站在国家 总共大治理者的角色来看 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 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 但是我宁愿 照顾到大部分人的需要 而照这种方法 为大部分人的幸福 或大部分人的生活经济 来争取更大的福利 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 所谓关于政治的话题 至于第二个话题 是有关于台湾 最近有人在希望 能够把参政权再降低 投票权也降低 投票权由20岁降到18岁 参政权由23岁降到20岁 我觉得这个都是 人总要给选举权画一个界限 今天画这个界限或多或少 或多一岁或小一岁 其实影响不大 假如真的要讨论这个年纪 我觉得不如就把整个年纪的 就通通把它拿掉 投票权就可能到18岁 但是参政权 你任何时间18岁以上 通通都可以参政 或者说你18岁也没有道理 为什么16岁不可以参政 16岁不能投票呢 所以在这个话题来讲 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 大部分人关心的话题 你假如有机会 想要从政的话 你多等一次选举的机会 你就可以 你只要 就说真的年纪不够 你就多等一次两次 你就可以参政了 影响不会那么大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